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 穿着蓝色衬衫戴着口罩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快步离去 台北市前都发局长黄锦茂 13号先以金华城证人身份 刀案说明 检察官讯后认为设犯徒利 当庭转列被告 移送北检赴讯后 今天凌晨一点多 预令黄锦茂以500万元交保 并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 但真的像他所说 只是配合长官奉面行事吗 金华城案要在市府通过 还有两道关卡 一个叫都委会 一个叫都发局 都发局扮演的是守门官的角色 为什么后来就放官提都委会去研议 这是第一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是 在我们行胜诉讼赢了以后 为什么还要协助他去 另外提一个所谓的方案式 他开金华城案时间轴 2020年6月首次召开专家小组会议 接着7月3号金华城补送资料 提出20%的农机奖励 和30%的农机转移的方案式 一周后都发局 竟然直接含送都委会补充资料 但7月16号台北高等法院判决 才出炉 拨回金华城的诉讼 几年调查发现 都委会没等到行政诉讼结果出炉 就召开首次专家会议 根据相关卷证 怀疑客问者彭震生 以及黄锦茂三人 为金华城取得农机奖励 开绿灯 一路闯红灯 处处都是违规 包含明明还在诉讼当中 就把他重新送到都委会讨论 明明在相关的法规里面 没有依据 还要帮他想方设法 找专家学者来开会 而且这些专家学者 都还是都委会的委员 议员呼吁黄锦茂转为污点证人 全力配合检调厘清真相 如今金华城案 逐渐抽丝剥茧 真相即将大白